今天天气好清朗 他们今天的天气很不错 看在外面的这种露水都已经蒸发了 今天的温度又有所回升 而且出太阳了 不再是那种雾蒙蒙的天气 周围都看得很清晰 主要是有太阳啊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可以下楼去晒晒太阳买买菜了 远处的海也看得清楚了 海上还有船 天气不错 出门吧 准备要进超市买菜 今天准备买点什么菜呢 可能买牛肉或者买鸡肉 买鸡肉的话就做个三杯鸡 三杯鸡 如果说是买牛肉的话 就做一个牛腩番茄 或者说牛肉番茄 看下有没有牛腩吧 因为这个超市是上午的时候会有牛腩 不知道现在这个点还有没有 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 现在这个点买菜的人少了很多 不用排队 如果说人特别多的话 就得要排队撑金 那要等的时间比较久 现在人算少的 好香啊 这个烧了 先去看肉啊 看一下有没有牛腩 好像只有牛肉了 牛腩在这里 牛腩是39块多 这牛肉是已经切好的 14块 5毛4 冻牛腩 为什么这牛腩看起来不太一样了 来了 来了 对 这牛腩是39块多是吧 39块多 我要炖个萝卜 需要买多少呀 一个人吃 真的是一个人吃 小杂的不够吗 可以穿 这一块够吗 就是一个人吃 这块是不是太多了 哇 有两斤了吧 健身不健身 没有 才一斤 一斤 你这玩意不得抄一下吗 对啊 健身不健身 那么点儿子 对啊 感觉好像很少 这个吧 阿姨已经帮我切成小块了 现在准备买点啥 买番茄 这个番茄是3块7毛8一斤 4个 够了 买了个牛腩 45块2毛6 番茄4块5毛2 总共49块7毛8 哇 哦 终于回来了 准备做饭 房间里面有点阴冷阴冷 但又不敢开窗啊 这就有点郁闷 每次煮这个米饭 都是煮两餐 所以我都是用两杯左右 一杯 1.8杯吧 将近两杯 就够了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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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做个饭 口感偏软 大概十几分钟吧 等米饭煮好了之后 就把米饭盛出来 然后再用电压力锅去炖 看到这里有一个选项 功夫炖 等一下看一下 用这个还是用这个牛羊肉吧 到时候看一下 休息会儿 吃点水果啊 我最近买了不少水果 像什么 雪梨啊 青枣啊 莫干啊 还有百香果 还有苹果 就整个苹果 但是我发现 其中一样我就不满意了 就是这个青枣 明明看起来非常的好 品相也不错 但是吃起来一点甜的味道都没有 但是它卖的挺贵啊 卖十块钱两斤 就五块钱一斤 是在一个水果超市买的 但是 不太好 没有甜味 最近都是自己做饭 都是去超市买菜 然后做饭 嗯 感觉 自己的厨艺是在稳步提升的 希望我等一下做的 番茄牛腩 不要翻车 因为之前没做番茄牛腩 这道菜没做过 就做了那个番茄牛肉 但是也是用锅 铁锅去煮的那种 不是炖煮的那种 炖煮的话用压力锅 用铁锅用燃气 这不同的做法嘛 是啊 还挺甜啊 这东西还挺甜 十几分钟过去了 哇 这个米饭也煮好了 正在保温 我要先取消 然后 把米饭给取出来 煮好了 可以打得开 哇塞 这个米饭煮得真好 嗯 好香 因为压力锅只有一个 煮饭的话 就得要煮汤 内打也只有一个 所以就得交替着来 来切点姜啊 等一下焯一下水 给这个牛排 牛腩下锅 加点姜 再来一点料酒 差不多 准备八火 超市卖肉的阿姨 帮我切的还蛮可以的啊 都是切成一块一块的 一颗一颗的 等它焯水完了 就差不多可以放进锅里了 这锅要洗一下 看它开始结成一片片的 这啥呀 这个是米 米上面的内层东西 要洗干净 哇有点烫 趁着焯水的功夫 需要先烧一壶开水 这个浮沫已经出来了 准备要撇一下浮沫 OK这个牛奶已经焯好水了 先放一边 接下来准备干嘛呢 这个水能不能直接拿来烫番茄啊 不过好像貌似有点油腻 有点纠结 算了还是倒了吧 水有点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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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又把水再烫开了一遍 现在都脱皮了 可以取出来了 我小时候吃番茄啊 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皮 就口感过好 但是好像我家 在我小时候 就不会说去去这个番茄皮 都是一起直接切块 一起煮 番茄放在最下面 然后把牛腩放进去 加一点点姜吧 接下来开始放调料 来两勺生抽吧 再来一袋老抽 我感觉老抽不用放太多吧 白糖放一点点 之后再放蚝油 蚝油凝固了 这调料就放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放桂皮还有香叶 还有八角 我在网上买的 这一袋大概四样东西 也就六块多 所以说还算起 八角放一点 桂皮 来一点吧 桂皮是要多少呢 一颗 一颗半 差不多 加上开水 先拌一拌 OK 合上盖子 牛羊肉 然后口感偏软 45分钟应该差不多吧 接下来还要收拾厨房 锅碗漂盆 还得洗干净 这个案板 有点脏 这个干货要先装起来 装到袋子里 OK收拾好了 就等这一锅出来了 现在可以休息休息 炖了一个小时 终于炖好了 刚刚我已经把这个气压给卸掉了 可以打开了 来先看一下 牛腩炖番茄 不 番茄炖牛腩 这个水汽有点重 刚刚好还行吧 拿勺子 看一下 番茄特别稀烂 然后牛腩也不错 这个牛腩呢量有点多 我就舀一碗都来就好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了 一碗米饭 然后一大碗的牛腩番茄 倒一下这个汤吧 有点烫 倒到这里来 哦呦 有点烫 哎呦 拿不住了 看一下这个牛腩 应该还是比较嫩的 因为炖的酒比较烂 然后像这个番茄都已经 特别软烂了 粉了 尝一下 嗯 这一道很不错呀 酸酸的 然后呢 这个牛肉呢 有一股这个 有一股这个 桂皮还有香甜的味道 那重点是 更多的是这个 番茄的酸味 很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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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老师说 嗯 需要再改进 改进 这道菜 不好做 对我来说 我其实之前做了不少菜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 这个满分十分的话 只能打个 七分到七点五分 打不到九分 之前做过那个 牛肉番茄 番茄牛肉 还有那个滑大牛肉 我们做的特别成功 特别好吃 这个牛腩 反而没那么好控制 那是个奇怪的问题 需要我再去琢磨琢磨 不过这个番茄真的很下饭 酸酸的 再来一口肉 太好吃了 朋友们 虽然只能打七点多分 但是不妨碍它的美味 真是太满意的一顿了 朋友们 一大碗的这个牛腩番茄 一大碗的米饭 全部都吃完了 真的太满足了 哎呀完美的一天 以完美的一餐作为结束 不错 好了朋友们 今天这一期视频 就先短暂的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